Coco早餐 Today's Special 时时入扣 好好时时入扣 刚才我说的这个好多的部会都有 业绩还忘了把法务部也讲进去 法务部交通部劳动部教育部经稿会财政部 都有公布内政部 等一下所以我们要访问内政部部长 这个好像没有实务部 我就想说我要归在什么部 卫福部 食安可能也蛮重要 卫福部长很辛苦 超辛苦的 还是我们要列在环保署 资源回收 环保署 是啊 今天我们要吃什么 早上 因为其实最近挺有感的 加上有个朋友去欧洲玩了一圈回来 从杜拜买了一些当地的特色甜点给我 那不是很甜吗 哎 可可姐就立刻讲了 为什么他们会吃那么甜呢 嗯 因为其实就是那里比较干燥嘛 我以为他们为食油闻太多了 甜太多了嘛 但他们的那个类似土耳其卵糖的这个 虽然 那好甜哦 超级甜啊 可是中间其实有复杂的香气 而且其实在那种干燥国家的 包括了香料 嗯 还有那个所谓的干燥花 干燥的这些干果类 嗯 其实的品相是特别好 嗯 那我就在想一些国际性的事情的时候 还有家长姐跟Coco姐的一个好朋友的店也要关了 在松烟附近的Nito 啊 Nito要关了 你看 在昨天我经过的时候没 他没开门 立刻大煎香 为什么啊 那这其实就是一个大环境的问题 可是他的蛋糕很好吃呀 堪称台北市前几名 真的呀 那结果他因为房租要大涨了 啊 他要搬到另外一个比较靠近市政府的地方去了 哦 那松烟附近已经变成一个全新我都快要不认识的地方了 哦 他那个是他是要 搬迁 搬迁而已 对暂停营业 暂时告别了松烟这附近的一个恶性房价的一个竞争 过去家长有很熟悉的店家 包括了卡米蒂 台湾少见的这种喜剧的俱乐部 在松烟附近也因为不堪这个房租的大涨也离开了 那最近经过了这三年的洗牌之后 松烟附近的店家我已经都快要不认识了 几乎都是后起之修 那这也是一个非常在家长美食经验中 值得一书的这个经验啊 他在5月22号最后一天营业 那我们去那里 还有一个日本料理的老板 拿了一大堆寿司来请我们吃 那他也是不路式的好朋友 那这又牵涉到另外一个话题了 就是台日美友好之间的问题 那其实昨天还有一则新闻也是我感触两多的 就是欧巴马到了越南去访问 那在河内市 那和这个全世界都知名的大主厨波登 一起到了一间小吃店 坐在塑加伊亚 塑胶板凳上 应该是波登带着他去吃吧 波登去越南多少次了 当然啦 然后而且波登的脸书还写了账单 是由他付的 因为才两百块 因为挺很少 我通常都抢了付钱少的地方 然后非常有趣的是那个画面 当然表面上看起来就是 欧巴马跟波登很轻松的坐在那里用餐 但是我相信在这个镜头后面 可能有数百位工作人员跟很缜密的安排 因为你光看看旁边那些在用餐的越南人 每个都是服装亮丽 然后西装非常的 就是非常的干净 然后非常的看起来像样的 这个很像明眼的感觉 那个寿司之神的时候 是把人家全部都清场了 而且还吃不完 对这家伙我都吃完了 这个让我联想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因为其实欧巴马在美国 也常常临时就去一些素食店或什么 那种几乎就是有类似实境秀的感觉 就真正的去贴入人民 去亲近这些真正群众的生活 我们的小新总统其实在北平东路 民进党的办公室附近的小吃店 都有他的足迹 有啊一周刊那个他的那个小吃地图做的不错 没错 你知道蔡英文多仔细啊 是 那个一周刊在上个礼拜那个小吃地图啊 因为我对吃很感兴趣 用蔡指证吗 用蔡指证吗 因为他们是跟着蔡英文走 所以那个记者什么名字我不记得 他就把他的把他写的那个蔡英文的地图 他挑出来要介绍的给蔡英文看 蔡英文还自己筛选过 哦在筛选过 哪个是他真的喜欢的 这个脾气真的很臭女座 而且我当时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 我觉得蔡英文很多小地方很很特别 而且很仔细 这是了解他的方式 我一看到那一段我吓一跳 只不过就是小吃 对啊 你就知道多少地方他是很注意的 他是一个很仔细的人 所以那个那个 大家那一本他封面是讲蔡英文的小吃地图 其实只讲一点点 其他是大的餐厅 他有家那个什么 他讲的还蛮多家的 水饺 我觉得最感兴趣的是蛋黄干面 在彰化还是在哪里 我先讲很多 我们总统是有小吃地图的 其实这个是很有趣的 因为其实我们一直过去都在讲 不论呼吁我们的伟大的科市长 还是要这个用食物去贴近这个 跟一般人的互动 因为毕竟民以食为天嘛 当你如果一直要认为吃比较好的东西 或花比较多的钱在饮食上是罪恶的话 会造成一种比较负面的循环 对 然后像小英总统的评论 无庸置疑 这次国宴 扣扣姐到了现场就应该非常清楚 这不是我为什么有这么多感触 是觉得第一他很认真 没错 第二他是有鉴赏力的人 对 这就是很重要 你有鉴赏力 你才会对政策的好坏 用人的这个优劣 跟因为穿衣服啊 吃东西啊 这个穿鞋子 住房子 是 这不是价格问题 是价值问题啊 品质的问题 没错没错 他连那个小吃他都还要 他觉得 他觉得不好吃的 要剃掉 是是是 他很怕给各位错误的讯息 这个真的算厉害 这一座消息 我还感动了 好几天忘了讲 因为跟可可姐 共事了三年多了 所以对于处女座的习性 我们也是要略知一二 我们礼拜一有访问国宴的 那个总组 楚高刚辉先生 他因为反正就西华的那个 很多人问我 为什么是万豪酒店老板是谁 我说是西华老板 西华老板是谁 我说台湾人 然后我这个 可可姐那天房主厨的 正好隔天 我跟他老板正好有在聊 刘先生呢 他儿子啦 Mark 就是其实这一次统筹的 其实主要是刘 就是小刘先生 这是什么背景啊 他们是做鞋子啊 就Nike对不对 其实就那个时候 应该最大的品牌 就Nike 爱迪达 Converse这些代工 然后从西华做起 然后本来 敦南有小西华嘛 然后后来卖掉了 就为了大直做那个 他们刚开始开西华的时候 你知道这捧场的人是谁 顾政府 不只李总统 对对对 我知道 我在那里遇过几次 顾先生就印象很深刻 但那时候品味真的是 他的日本料理很好吃 很佳啦 对就回头来要提醒大家 你说他小老板怎样 就就你讲说这个国宴的 真的是 其实总统府这边是有很细腻的在要求细节 很不简单啊 因为他们还没开开始营业耶 他的中餐厅还没有开始营业 先做国宴啊 要不是有西华的经验 是 那是不敢的 民工嘛 所以说回头来 呃 待会还有一些很有趣的饮食新闻 跟感想 跟大家分享 但是我觉得欧巴马的这些行为 其实真的堪为让所有的政治人物 跟有影响的人 有影响力的人来思考一下 怎么样真正的去了解这个社会的脉动 而进而去更能够体会真正台湾人民的生活 对 你说的很对 是我想到我们台湾有的时候竞争力也有问题 跟他等一下你要讲很多类似的小吃 是 这个嗯 讲到柯P 下次柯P有空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带他到各地去见商 没错 台湾的小吃 其实我们12个行政区 都有12个行政区的小吃的亮点 对 如果柯P 一天走一圈的话 两个礼拜就走完了 没错 大家跟着走 但是我今天看到报纸上面 这是苹果吧 说我们那个总统就职典礼那天的接待的那套衣服 居然一套要7800块 杀人啊 7点42分17秒 欢迎收听Coco早餐 时间是7点46分55秒 所以今天那个林家庄先生从高爸爸到越南去吃小吃 真的感受两桌 开始和要 嗯 分享很多 好 美食的杂志杂技跟心情 嗯 那刚刚讲到了在尼多在关门的那个晚上 那我们坐在那里静静的享受松烟附近的那样的氛围 那有一间日本料理店的老板叫做赤绿 赤是赤色的赤绿是绿色的绿 赤绿呢代表就是两个国家 一个就是日本 嗯 一个就是台湾 所以他的那个呃呃呃呃名字也非常的有趣 叫做台湾尼泡 嗯 他在复兴南路呃呃呃呃呃那个收购后方的地下室 那那是我一间很喜欢的隐藏的店 也相当多的美食家很喜欢的那个地方 呃呃店很简单 就两个日本老板 嗯 跟一个服务生 三个人撑起了那一间有格调的店 是霓虹井 霓虹宁 嗯 会这样一点点国语的 嗯 对 然后所以到那里点菜啊 或者是聊天都没有什么问题 嗯 他精选了台湾各地的食材 嗯 用日本很细腻的烹调方式 去呈现出非常有趣的一个产品组合 到那里有很好的酒 很好的台湾食材 跟很细腻的日式烹调的一个二合一 也是日台友好的一种很好的呈现 嗯 那那间店呢 现在慢慢的有越来越多的美食家 艺文界人士知道了 那大家常常会去那里试试看 他又发现了什么台湾有趣的新东西 然后用他们很细腻的烹调方式去呈现出来 那是哪一种烹调 猜猜看 什么都有啦 应该是台日 就像是歌烹的那种 他所以像他有锅屋 是有板前吗 就只 呃 其实他有桌子 但是板前那个吧台是 呃 首选 因为你可以看他现场在 做菜的样子 像他的锅屋很厉害 有云林的鳖 嗯 宜兰的鸭 呃 然后屏东的猪 嗯 然后阿里山的鸡 所以就是他有各地的这种食材 对于台湾的了解非常的透彻 所以我非常喜欢那间店 那次律 价格还好吗 还好 还好 还想 然后那一天他就亲手捏了一整盘的寿司 啊 到尼豆去给我们大家吃 好 嗯 很感动 那我问你 那你尼豆是要搬家 不是要 要搬家 所以要到七月之后才会有新的地点 对啊 现在东区这个高房租的问题其实蛮严重的 其实像昨天香港今天台湾 对啊 不知道我们政府有没有什么方式 呃 前几天其实报纸也在讲了就非常非常多的呃 其实很好的地段上面的电租高涨之后宁可空着 我们家那边都是啊 对啊 从大陆 安和路 东华南路口那里 你这样走几个巷子都好多家 其实回头来台北的眼镜是从天母第一个发生这个状况 扣姐有没有印象过去天母因为老外挺多的嘛 对 然后后来其实因为很多的亚太总部真的都离开台湾 所以老外的数量一减少 所有念美国学校都是黄连孔的 对啊 然后你就发现那里的消费力大降 从成品搬离之后 包括后来的健身房 整个中山北路的店 对啊 就是中城路也是 没落下来了 然后大业高导屋 高导屋也要走了 嗯 只剩下大业自己去经营 这些科并应该都注意到吧 因为我有天突然发现我们家旁边那个知多家都已经灌门了 是 知多家很多年了 是啊 在仁爱路跟那个中校东路之间的巷子 同龄百货后面的这一间 怎么会这样 明耀后面 明耀 对抱歉 明耀后面 那家很多年了 对 所以你会发现到这种 一定有失房租的问题 绝对失房租的问题 还有消费力降低的问题 因为其实就变成说大家在外 对啊 在外面消费的这个意愿跟能力也都频频的降低 好 那次律之后呢 在昨天晚上我到了一间 寇寇姐一定会喜欢的店吃饭 叫做初一十五 但是他的一呢 是衣服的一 十是十五的十 就是大安路上最漂亮的一间店 大家知道在哪里吗 就靠近中校东路口 有一间有老树 非常漂亮的房子 然后里面有卖衣服 而且还可以吃东西 他是过去戏指有一间师储叫三蓝居的主厨 安妮 在台北市东区的一个 呕心力学之作 然后他在做出成绩之后 去年也正式到了苏州的成品 他那个房子是租的还是他们家的 是租的 那个租房租很贵吧 对啊 但是回头来 幸好他们在衣服的附近 衣服的那个项目又很不错 很多卖衣服 是是是 但他们的那个select shop的品项 跟整个格调非常好 寇贵姐有空一定要去那里吃下午茶 因为我相信因为不吃晚餐嘛 他下午的那里的氛围非常的好 是台北市少见有大树 又有阳光屋 是问派那边很贵 不贵啦 衣服很贵的 只要走进去就很难全身 那那里真的是大安路最美的风景 然后Annie主厨的细心料理 昨天我们在体会了他蓝带等级的这个厨艺之后 更加肯定了这是值得推荐的店 在黄金地段却有一个清明的价格 跟很舒服的一个环境 大家只要到冬季去 冬季去散步或者去逛街 甚至去大家好朋友聚会的时候 绝对可以把初一十五这一间店当成首选 他的甜点 还有他的一些地中海青食 都是我觉得台北市数一数二的 推荐给大家 然后最后呢 要跟各位讲的是 加上的一个好朋友 也是过去 Coco姐也知道 我们得到了金钟奖最佳节目主持人 双厨出任务两个小帅哥 一个是Soic Soic非常的可爱 另外一个就是 曾经在Noma工作过的Joel 他开饭店了 他开了一个私厨 戏友 私厨的意思就是 小小的店 要打电话才能去吗 然后要预约制的 然后他的地点是座落在民生社区里面 然后他的菜色跟整个烹调方式 就是希望能够复原台湾的一些老味道 所以会吃到泡菜 会吃到一些很有趣的汤圆 或者是芋头 就是有点像国宴的那种 但是他是用北欧很精致有点分分子料理的那种烹调方式来呈现 其实我们现在像我们你看你讲 你都因为房租的关系要搬迁了暂时这个休业 后来那个私厨那个女生西华饭店出来那个法式的主厨 是是 欧 他在欧姿坊 欧姿坊 在天母那儿的 天母那儿的 后来也收了 也收了 他因为他去他回饭店去了吗 他好像出国了 对对对对 就就也是因为感情的关系吧 就跟着 对对对 他其实好像是一个比较开心的发展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高的房租还有回头来连 呃我要讲私厨有一个很大原因是因为 好像很难纯粹靠餐厅去赚钱 私厨都要躲在二楼以上 因为这样子才不会被高房租高店面的那个租金压力 被呃就太沉重了 那回头来因为久而有这一次做的这个私厨位置也不多 才呃前面板前就是这个吧台才四个位置另外才一桌 加起来才十个人而已 嗯 所以他每天每到呃 每一个人可以吃到料理有二十道以上 二十道菜 真的啊 那不是像去京都吃那个什么 就是很小巧 未在 就是类似那样子小小的 但是很细致的 价格勒 其实也不贵啊 他就是推广台湾的一个在地食材 还有一些老的烹调方式 腌制了 然后适合去节气 所以他几乎每两个礼拜就会换一次菜单 其实我的感受是 这个 我今天我们三年多来介绍过非常多 对厨艺有感受 而且对自己的手艺啊 愿意在市场上考验的人 就会发现最后他的经营跟哈市场化的配合还是蛮重要的 没错啊 空有一声毫无意 却没有办法被大家知道的话 也一直将来就会变成这个集团化 还比较能够生存下去 我认为就是两极化 一个就是变成扣姐讲的财团有SOP 有财力 可以占据到比较好的店面 那另外一个是走精致 然后比较高 比较精致的料理提供给比较少数的客人 好好的经营 好这个Joy 那加油啦 大家都要加油 好谢谢 好谢谢